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初成立了Patreon 主要是带来环球市场的资讯 包括股市和FICC FICC又包括债券、货币和商品 从宏观市场去分析市场的走势 由8月开始 我们将会增加更多的财富管理知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看近年市场大幅波动 为什么BlackRock背来得下 他说会在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 会采取一些市场中性的策略 即是所说的市场正式的策略 即是什么呢? 集中投资在一些强势的市场 以及在弱势的市场上适度的抛空 我相信这个叫长短短的策略 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 更加长远 因为股市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 而未必只用一些简单的 购买和保持 要先走人才行 为什么? 因为经济衰退快将来临 风险不断增加 我们将会用很多不同的AI数据 然后再用人脑去看大局 找尋长短期的趋势 譬如我们会用金价和金矿股的价格 的比率去估计什么时候买入 甚至抛空的讯号 另外 右边我们会用期指和美股期货的高低水 去抛空垃圾 买入一些强势的指数 左边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做美股板块的分析 每天都可以做的 不过我们每个星期都会看得很清楚 譬如说什么时候需要避重就轻 譬如我们刚刚看到7月21日这个星期的表现 科技股绿色的板块全部沉底 是否只是纳指权重调整这么简单呢? 又为什么橙色这些防守性板块全部全面呢? 是否避险市况准备开始呢? 我们会用了很多的基本和技术分析之后 就会尝试做一个无耳投资组合 有长短期的 又有高中低风险的 再来我们用ABCD判断一些循环的代号 包括什么呢? 收集、买入、派货 甚至下跌的四个阶段 每只股票都可以有不同的分判 再用技术分析来计算一些买卖价 除了股票 ETF 甚至乎也有FICC 其他指数的ETF 在不同的时间里提供一些回报 我们右边的这些 其实就是我们Discord讨论组 每天实战的交易纪录来的 我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这是一个期指的小视图 我们从6月开始的时候 每天在讨论组里有股票 或者期货的策略分享 高沽这些橙色在上面 绿色就是低买 我们每天都有策略的时候 估计每天的方向 其实对很多即市交易员都很重要 如果你做小股就更加要知道 再来看我们的无意投资组合 以前我做YouTube做过很多大长油 大长沽 甚至乎大长金 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投资组合 可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交易 如果你只是选择了这个出来做 只不过得到一个个别的回报 真正的投资必须有一个 像这些这样的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 才可以达到一个 稳定的长期投资回报的目标 我将会将这两个的知识 在Patreon上详细分享 基本会员将以后会看到 这个无意投资组合的分配情况 什么时候低买 什么时候风险有多高 全部都有分析在这里 专柜会员更加有一些 即市的股票和期货的交易分享 就像大家上完课之后 对功课的答案那样 我期望大家更加了解市场 以及帮助大家资产增值 去这个KR Code看看最新的Patreon资讯吧